5月,警方接報指馬鞍山新港城中心有人破壞商店,進入商場執法。 有保安員張開手阻止,警員最後推門衝進去。 警方事後拘捕5個保安員和客戶服務主任,指他們涉嫌阻差辦公。 案件由沙田警區重案組調查。 警方說5人暫時獲准保釋,會保留檢控的權利。